总统蔡英文与行政院长陈建仁 联媒在基隆外木山湖海路骑着自行车享受山海风光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 交通部官员局6月3号举办万人全台串联骑程活动 在全台北中南三个地点同步进行 很久没有骑自行车的总统蔡英文还特地花了一天练习 他除了肯定台湾制造的自行车品质优良 让他很快从生疏变熟悉 还计划卸任总统后要骑自行车环岛 像我这种以前有骑过 现在有点生疏的很快的就可以进入情况 就表示说我们的自行车的设计 也就考虑到各种不同使用人的他的需求 所以再一次我要谢谢我们的台湾制的自行车 让我重拾对自行车的一个信心 所以我昨天在想一件事说 我如果不做总统 我做什么我想起来我骑自行车环岛 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他接任隔回第一份签署的公文 是近临排探路径纲领 建构优良自行车环境 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推动的目标 实际上我们现在环岛的路线 自行车道从环岛一线到25条环支线 还有各地的特色 所以现在台湾的自行车的车手们 实际上大家都很幸运 我们的这一些自行车道有清水的 也有田野纵横的 也有在三月中穿梭的 所以近年来这个北海岸的四大自行车道的修缮呢 让民众能够骑上自行车以最适当的速度 最优雅的心情来欣赏沿岸的风光 江部长王后才强调 从108年开始的环岛自行车升级优化五年计划 已经完成许多断点连结 及自行车道铺面整理 113年起到116年 行政院跟编列50亿元计划串联更多断点 希望提供更好的环境来提倡骑乘运动 这个五年的计划在今年会结束 然后把现在已经把很多的断点都已经延结了 把很多剖面甚至很多休息的地方都已经做一个整理了 那现在这个李孟燕秘书长已经在做下一级的 在陈院长的指示下 113年到116年 前更多 原来这个五年是28亿 现在变成50亿 会把更多的断点做一个最后 最后的把它串联起来 我想说由中央政府提供一个好的骑乘环境 来提倡自行车的运动 这是我们继续要做的 这场以后首次的世界自行车日活动 共划分50个路段 号召万名车友同时骑乘 骑乘轨迹将拼接成台湾形状 希望鼓励国人加入自行车行列 用不同的速度发掘台湾之美 也为推广节能减碳 共同尽一份心力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